好,各位参委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看这一个物品 那这一物品呢,是这个是路份相对是非常高的一个这么一个瓶子 作为器型呢,我也就不介绍了 大家可以自己来给出自己的这个判断 我相信这是实在是太熟了,对不对,太开门了 那么这一个呢,物品呢,是 应该是这个拍卖里的应该算是,应该算是三号物品 那么路份确实很高,这个绘画大家看见这种感觉 这种表现啊,包括这种彩啊,等等啊 各方面是不是确实是,我相信可能很多 很多女士藏家是不是就比较喜欢这一个 那么这个花卉啊,确实是给人感觉这个 非常富力富力堂皇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这个物品呢,它是在这么一个 就是,呃,大家在这个柜子外面 就是拍拍照片什么的 因为毕竟这个器物啊,大家可以感觉到 就是这个价格啊,相对可能就会比较高了 像这种漂亮的东西呢 我相信所有的人呢,可能都喜欢 对不对,呃,确实非常的 非常漂亮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这朋友有没有 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这个照片呢 大家可以在这看看它的这个耳朵的情况 嗯,包括这个发色,这个绘画啊,等等 啊,大家给出自己的这个意见 自己的判断 因为这物品毕竟明天就要拍卖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最终它成交价是多少 啊,这是它的上面的这个 这个口言 口言的情况 啊,尽量多的为大家呈现更多的这个细节 啊,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么 因为这种预展呢,它不光是预展给这个藏友 藏家,那么同时一方面呢,这景德镇的这帮人呢 呃,其实也在那儿看,对不对 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也很重要嘛,对吧 呃 所以这东西呢,是彼此是互相 呃,互相呼应的 啊,所以藏友之间呢,我们互相交流 这个是,呃 磨高一尺,刀高一丈 对吧,大家互相的这个交流 呃,彼此的经验,增强对这些物品的这个 呃,的理解 啊,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毕竟,呃,不管在哪里 这海外的华人 呃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在 大家血液里的 对吧,就是大家一看到这东西都不必说的 就心里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东西 呃,就是对它的这个喜爱 这个东西在心目中的这个重要性 这种东西一出来就觉得它应该价格可能就非常贵 呃,这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绘画也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在这个光下面的这个表现 啊,那么我看看这个 我的朋友好像应该是把这个东西从里面拿出来了 看看它是不是 呃,还有一些其他照片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面的这个情况 啊,这种绘画这个情况 啊,包括这种 啊,那么我看一看有没有 把他这个 我的朋友是盯着拍了好多 啊,好多这个照片 那么这还有个视频 过一会儿我给大家展示视频 啊,他把它给 给翻过来了 那么我看一看这个 这个底上的这个情况 这个圈足啊,各方面 啊,包括这个底上的这个 情况 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展现更多的这个细节给大家 因为这个古董收藏的东西 其实像这种类型的东西呢 呃,其实能够遇到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 呃,看到一个任一个 看到一个任一个 他可能在今后呢 还会在 陆续的会出现 那么 呃,大家看到这些细节等等各方面啊 这种底上的这种划痕啊 除非要么是这个瓶子这一辈子啊 就是新的很多啊 除非这个瓶子要么 这一辈子就做一个运动方向 所以呢,才可能 比如说景德振兴做出来这些物品啊 就是这个磨损的这方向 是朝一边的啊 因为在他们打磨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朝了单方向的 那么除非这个物品 就是一辈子就只做那么一个方向的这个运动 啊,否则的话呢 他应该是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呃,那么各个方向都有 啊,而摸上去呢 相对也比较 比较,比较滑 啊,因为他毕竟随着岁月啊 就是如果还拉手的话呢 可能就 不太 就就就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就可以判断了 啊,那么包括这里的这个情况 啊,好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 确实是上手 他上手摸了不少这个瓶子了 啊 这些年没干别的事 就是就干这个了 呃,好 那么这一物品呢 大概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 大家可以给出自己的这个意见 觉得这东西大概最终能拍多少钱 啊,或者干脆大家觉得可能这东西会流拍 啊,会怎么样 啊,那么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都可以 呃,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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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